費金喪失的頭腦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費金喪失的 一時 一時 一時還是你的嘛 對不對 在這一時當中還是你的嘛 是吧 不是永遠的 不是永遠 那表示說現在還是你的是嗎 對 不然不能寫新聞稿 好的 謝謝 答案是錯的 你答案是錯的 奇怪啦 大家很奇怪 費金喪失上面有一個頭腦 怎麼這個頭腦不是他的呢 那麼我現在在問你 請你站起來 還是走到中間 我現在問你 你這個費金喪失你的頭腦 不是你的嗎 不能講 不是 也就是這個頭腦還是你的 好啦 答案是錯誤的 所謂的中關呢 問題 問題在哪裡 頭腦明明在費金喪失的頭上 是他的 是他的 但是呢 我在中關的思想裡面 也不能講 那個頭腦不是你的 也不能講 頭腦是你的 中關的 中關的思想 是這樣子講 這個頭腦 非我 非無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也是我的 兩個的中和 中關的思想 是這樣子講 不是我的頭腦 不是我的頭腦 也是我的頭腦 但是 非我所有 非我所無 非我所無 就是你 頭腦 有時候 是你的 有時候 不是你的 怎麼講呢 因為你的腦帶 不一定受你的控制 有时候我们念高昂观世音经 他的念头已经转到别地方去了 有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听法 他的脑海想的不是听法 而是想到别地方去了 脑袋是你的时候 你会专一的做这件事情 脑袋不是你的时候 他就妄念妄想到别地方去了 所以中观的意识是这样子跟大家解释 头脑有时候是你的 有时候不是你的 你怎么可以讲头脑永远都是你的 那么这两个头脑是你的 跟不是你的的中和 就是中观 我举这个例子 大家听一听 是不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